男子停好车 进到泰国小吃店 不过却不是来消费 而是推销神奇的万用粉 他要卖 只会讲我不要 那个不要 他还一直插 不理会老板娘的拒绝 男子禁制沾着粉末 拿着抹布 一下子擦擦冰箱 一下子抹抹电锅示范 接着更直接把几包的万用粉 放在桌上 走到户外讲电话 没想到神奇的一刻来了 原本也在店内 正要消费的妇人 突然发现桌上的万用粉 还主动购买 假装过去看 对 他有知道了 我买150要买 我在想到 为什么他知道 也让原本不愿购买的店家 勉为其难 买下10包准备转卖 不过就在对方走后 他才想起整个过程 太过巧合 正要跟对方进一步联系 才发现包装上 根本没地址电话 他走的时候 你越想越不对 对 我心痛了 波生人兜售的万用粉 一包成本100 号称可以用150转卖 每包可赚50元 虽然包装上有公司名称 但网路一查根本没有资料 连成分也没有载名 而且标榜泡泡最多 可以去污去油等六种效果 实际泡水测试 不但起不了泡 还有大量磁状物沉淀 清洁效果更是有限 清洁剂的分子 它就是要介入到油水分离的交界面 把那个油的分子包住 玻璃原本水性的物体 包住的部分就是泡沫 你没办法借油泡沫这个东西 怎么可能会有清洁效果 被骗店家就位于台南仁德 店家一度担心 对方专门锁定新著名业者兜售 结果一查早在几年前 包括基隆及宜兰都有类似案例 怀疑已经往南迁移 虽然因祸两气 很难向对方提告 但万用粉成分不明 钱财损失事小 就怕长期使用 还会伤害身体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